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布上在立范英谷 打赏询问耶和华 耶和华说 不要一字的上去 要转到他们后头 从丧林对面攻打他们 你听见桑树骚上有脚步的声音 就要急速前去 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的前头 去攻打非力士人的军队 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 攻打非力士人 从加巴直到祭司 《沙摩尔记》下五章 开始就讲述 中支派长老高大卫做以色列王 大卫做以色列王了 非力士人不甘心要出兵阻挡大卫 当时的大卫已经强盛了 却知道胜负不在于他 征战得胜在乎耶和华 马上求告耶和华 寻求神的指示 结果大卫得胜了 来到了二十二节 不甘心打败仗的非力士人又来了 大卫没有因为之前的胜利 而照着上一次的成功经验制作主张 他仍然求告耶和华 他当如何行 完全顺服听从上帝给他的指引 把非力士人打得落花流水 彻底瓦解非力士人的势力 我想起了十六年前 我的父亲因为咳嗽身体欠佳 看过医生后 我连续三天都和他连线通电话 得知他好了 就没再与他联系 他却在隔天的凌晨 无人知晓的情况之下 他离开了我们 他与我们永远断了线 也成了我们的遗憾 亲爱的弟兄姐妹 思想想我们有没有在事情过后 以为没事了就忽略了亲近神 或者偶尔才想起父神 又或者有问题的时候 才与父神连线 当我们觉得跟神的关系 可有可无的时候 不知不觉的 很容易就会远离神 忘记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是我们的导师 随时可以与神交流 所以我们应当切记 与父神保持亲密的关系 凡事与父神连线 我们一起祷告吧 慈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要谢谢祢 我们要赞美祢 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 谢谢祢 让我们能够这样的直接与祢连线 通过祷告 请诉 神啊 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垂听我们的请诉 让我们在不论我们欢喜快乐 还是忧伤痛苦的时候 主啊 祢都聆听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亲近祢 常常来到你的面前 神啊 你必指引我们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谢谢父神如此的爱我们 愿我们常常欲力保持年限 成为你所喜爱的孩子 这样的感恩祷告 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祈求 Amen 感谢神 上帝赐福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